21号晚 由印尼复兴民族党举办的 爱心拥抱同胞圣诞新年反思会 在雅加达国会大厦举行 参与本次活动的嘉宾均严格遵守 卫生防疫规定 多位政府要员、友邦大使、跨宗教领袖 及华社领袖出席活动 活动主办方印尼复兴民族党总主席 穆海明·伊斯坎达尔表示 自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国民的生活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因此我们应该振兴和加强情谊 巩固国家团结 从而实现我国的公平、繁荣、胜利与和平 另外,丑委会总主席刘耀忠表示 举办该活动的目的 是要提倡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与包容 希望通过本次活动 能传达圣诞节真正的含义 及身为印尼公民 要相互珍惜跨宗教种族间的情谊 亚迦达基督教主教会议总主席杨世民 也期望圣诞节能给人们带来更美好的生活 希望国内各宗教间能和谐相处 求同存异 出席活动的伊尼西加华族联谊会总主席蔡妙安也表示 希望圣诞节能给大家带来欢乐与和平 也希望疫情尽早结束 经济逐渐复苏 人们的生活回归正常 本次传达跨宗教及民族兄弟情谊的活动 得到众多嘉宾的赞许与认可 他们相信只要全国人民团结一致 同舟共济 任何困难与挑战都能迎刃而解 美都新闻记者张满满 严真林 押顶采访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